其实是伊凡跟这个吴亚科两个人是轮换 这样比赛是伊凡继续出任亚太队的首发门将的位置 而另外再看看北京国安乐视这边 如果布鲁诺到右边的话 马基奇自己往回收 阵型有的时候像是一个四腰四腰的阵型 对 马基奇肯定是吃打后腰的 右边前 看看这边莫雷诺卖卖队员兽 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内 对于布鲁诺拉到右边路之后的穿帘 莫雷诺送了一个助攻 哎 有折线 应该是脚球吧 刚才从这种直观视觉上来说 好像也有一个折线啊 莫雷诺也在投资 大飞的长春球给过来 看看进去里边 莫雷诺先把球停住 左转转身的手 啊 抽进了 下半身比赛一上来 莫雷诺先是转身的凌空抽射 将比分反超 大太二比领先北京国 此球这个很意外